引擎聲鎮耳欲籠 伴隨濃濃煙霧 日本火箭H3測試模型 2月17日 於鹿兒島再度升空 成功一血前世 H3火箭號稱日本國產 赤資金額高達2000億日元打造 雖然去年3月曾因引擎異常 被迫自毀 但如今成功發射進入軌道 其中搭載的一枚衛星也順利分離 讓外媒大戰H3有望成為日本新一代主力火箭 世界各國進逐外太空 美國民間企業打造的月球登陸器也有望在月球軟著陸 由美國企業直覺機器打造出的奧德休斯號月球登陸器 採用SpaceX火箭運載 已經在2月中旬與美國甘乃迪太空中心升空 如果接下來成功在月球南極著陸 不只能成為史上首騷登陸月球的民間太空飛行器 同時更將改寫美國自身航太歷史 3週末時期報導